每个女人内心都渴望爱情 渴望获得一份真挚的爱情 古语耀云 一求无家宝 难得有秦王 一个女人能拥有一个真心爱她的男人不容易 可是即使有一个真心爱她的男人摆在眼前 她也会犹豫 只有一个女人从心底里接受你了 才会彻彻底底地爱上你 如何知道她是不是从心底接受你了呢 探探她对你的称呼 王先生28岁 叫你夫君美相公 我和老婆一开始是相亲认识的 彼此没有太大的好感 只是双方父母觉得不错 就催促我们结婚 我们俩的商量好 得离此一段谋合期适应下 老婆的公司离我公司很近 记得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我便匆匆赶到她公司门口 果然雨很大 她还没走 我爬过去 我爬过去 拉起她的手 说我送你回家吧 她的脸突然红了起来 像18岁的小姑娘一样 羞涩地点点头 晚上回家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她突然笑着说 夫君再见 我顿了一下 之前她可从没有这样叫过我 从那以后 她便开始叫我夫君 相公 我知道她可能是从心底接受我了 元旦的时候正好是个好日子 我们便举行了婚礼 现在我总是称呼我老婆丽娘子 她也叫我相公 我们似乎像是古代举案奇梅相近如宾的夫妻 回复古代女子以夫为天 称自己老公为相公或者夫君 当一个女孩子突然叫你夫君相公时 这可能代表着她已经爱上你 从心底接受你了 刘先生30岁 叫你老头子没老炮子 我老婆之前总是对我不冷不淡的 平日里叫我也是叫名字 我以为以后的日子就要这样过了 可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她 这个月初 初期这个月月初 我岳母突然生病 岳父手足无措打电话给我 当时我正在外地 我一边安抚好岳父 答应马上回去 一边通知我朋友立刻去我岳父家 好在朋友赶去得及时 不然后果很严重 晚上回到家 晚上家 老婆突然抱住我 像个六岁小孩子一样 在我怀里哭了起来 我努力安抚她 她突然说老头子 以后我们能中老吗 我好想和你白头到老啊 现在老婆动不动就喜欢叫我老头子 老伴也十分依赖我 我知道这是从心底里爱上我了 也许有的人说 这仅仅是一个称呼能说明什么 可是在我看来 这一个称呼就代表她对我的情意 回复少年夫妻老来伴 所以很多人喜欢叫自己的另一半 叫老伴或者老头子 如果有天她突然这样称呼你时 你应该感到高兴 因为这代表她从心底接受你 想同你共度一生 李先生27岁 叫你先生没我家 老婆是个读书人 很少说肉麻的话 我们结婚后 她几乎不叫老公 当我的面喜欢叫先生 在外人面前喜欢叫我嫁 有时候埋怨她 她却说你不知道我的心意 上周末我和老婆一起去爬山 一路走走停停差不多四个小时 山顶上风景秀丽 老婆问我 先生你可知我什么时候爱上你的 我说不知 她说从我叫你先生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我追她的时候 她总是对我爱答不理 后来她过生日那天 我抱着99朵玫瑰花匆匆赶过去 到了才知道那是她阳历生日 她是不过的 虽然如此 她还是笑着接受了花 从那天起 她便经常叫我先生 现在想来 先生又文艺又好听 关键是她从心底里爱我 所以每次听到她叫我先生 我便很开心 回复先生 我家之类的称呼虽然含蓄 但是当一个女孩子这样称呼对方时 所以说明她已经从心底里接受这个人了 如果你发现她突然对你有上面三种称呼的转变 那么恭喜你了 她可能已经从心底接受你了 孤舟梭利翁 独掉寒江雪 杨将先生的生活经历和晚年所表现出的坚韧与锐智 是原生哲学的典范 在近90岁高龄时 他经历了生命中极大的悲痛 失去了挚爱的丈夫 前中书及女儿前院 这样的打击足以使许多人沉溺于悲伤之中无法自拔 然而杨将先生并没有长时间地被悲痛所困 但很快地从中走出 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他了解到 仍有许多事情需要完成 尤其是丈夫留下的用多个语言书写的手稿需要整理 这不仅是对他智力的挑战 也是对他情感的寄托 他清楚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前中书的思想和手稿的价值 因此他成了这些珍贵文献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这份责任感驱使他坚持生活 并且来成了包括我们仨在内的多部作品 这些书籍不仅是对家人的纪念 也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哲学的探索的体现 在93岁那年 他以回忆录的形式创作《我们仨》 这本书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 也让读者见识到了一位高龄老人 如何通过写作来治愈心灵的创伤 此外他在96岁时开始研究柏拉图的培多 通过对哲学的钻研 他重新定义了自己对生命的看法 坚信灵魂的不灭和思想的永存 这种信念帮助他在晚年保持了清晰的心智 和旺盛的创作热情 直到105岁去世之前 杨将先生都在持续创作 展示了一种超越年龄的精神活力 和深邃的生活智慧 他的生活和作品教会我们 无论年龄多大 人都能通过追求自己的激情和兴趣 来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杨将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他留下的智慧和文学遗产 将继续启发未来的读者 让我们理解 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 更是为了理解和表达 为了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光芒 学而不厌 惠人不倦 很多人感觉自己生活劳顿 其实并非真正的身体疲惫 而是因为思虑过多而心力交瘁 这种心态的根本原因 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人生 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方向 未有明确目标的人 往往容易理失 他们常常只是随波逐流 缺乏独立的思考 这类人因为视野受限 往往把眼前的难题看得过大 问题看得过重 书籍是开阔视野的途径之一 缺乏阅读的人 其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自然有限 因此他们在面对问题时 不仅缺乏合理的思考角度 而且往往不具备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 心胸狭窄的人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容易感到压力倍增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来面对 这种情况下 日常问题容易被无限放大 生活因此变得更加艰难 歹裂这种局面的一个有效处境是增加阅读 拓宽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阅读不仅是知识的积累 更是思维的训练 当你阅读各种书籍 你的世界观 价值观会逐渐开阔和成熟 你的思考也会更加深入和全面 这样你的生活格局自然会得到提升 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更加积极向上 通过阅读 我们可以学到如何更有效地处理生活中的问题 如何减轻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如何以更加乐观和理性的态度面对挑战 因此说及可以视为心灵的解药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 更好地理解自己 最终带来更加轻松和愉快的生活体验 苦心人天不负 个体的成长和成就背后 总有其深厚的原因与复杂的过程 人生的成熟与智慧来源于丰富的经历 与深刻的思考 正如只有经过多重磨难的香料 其香味才越发浓烈 只有经过百炼的钢铁才更为坚硬 这些过程往往充满了挑战 苦楚与曲折 但也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一个人深邃的人生观 和独到的智慧 很多时候 外界的人只看到了成功者的辉煌成就 却很少能见到背后无数个隐秘的努力时刻 社会常常轻易颂扬成就 而忽视了这些成就背后的汗水与泪水 事实上 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 所谓的好运大多是长时间努力的必然几国 一万小时定律提到 持续的努力和积累将在某个领域达到高水平的表现 当一个人在某世上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 日积月累的小变化最终会触发质的飞跃 这正是努力向成功靠拢的过程 在这条成长的路上 我们无需过多解释自己的选择和努力 因为这是一场与自己内心相关的修行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塑造者 是自己故事的叙述者 不需要过于在意外界的评价和目光 关键是如何认真经营自己的生活 培养自己的内心世界 专注于自我成长和内心的风营 欣赏并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命风景 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追求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人都能发现和欣赏到自己独特的价值和美好 无论外界如何 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充实 这种自我成长的路径 不仅使个人更加强大 也使生活更加充满意义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 孟子所述的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这一段话 深刻表达了成就非凡事业前所必须经历的艰难努力 这些磨难不仅是对一个人意志和耐力的考验 更是塑造坚韧不拔性格的必经之路 任何伟大成就的背后 都有一段长时间的不为人知的奋斗和痛苦 在这个过程中 个人的心智被锤炼得更加坚定 身体和意志的极限被不断推进 这种苦难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劳累 更包括精神上的持续压力和挑战 这样的经历让人在面对困难时不轻言放弃 而是持续前行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挑战是成就更大事业的必要过程 画一个角度看待生活中的苦难和挑战 可以将它们视为成长和进步的催化剂 正是这些挑战 让我们有机会审视自己的不足 激发我们超越自我限制的潜力 当一个人能够把这些苦难视为磨练自己的机会 他就更有可能在未来的挑战中站稳脚跟 展现出更加卓越的能力 因此真正想要成就大事的人 必须学会欣赏这些艰苦的经历 因为每一次的挑战和每一次的克服 都是他们成长的阶梯 通过这些过程 人不仅在能力上得到提升 在精神和心理上也会获得巨大的成长 最终化作一个全新的自己 站在更高的起点上看待世界 当我们回顾这些经历时 会发现自己已经远比过去更为强大和成熟 这种魅在的力量 是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泪水的结晶 是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资本 因此坚持并珍惜这个过程 最终将使我们成为更加完整和强大的人 清风两袖 着实一身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攀比的社会中 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与他人的无休止比较中 忘记了真正的生活意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我们无法完全孤立地存在 必然会与他人产生各种社会交往 这种交往中 竞争和比较看似不可避免 但他们往往引发内心的不安和空虚 真正的内在强大来自于对自己的深刻认识 和对生活的深度理解 当一个人停止与他人比较 开始专注于自我提升和精神的充实时 他就开始迈向了一种更高的生活境界 这是一种从内而外的转变 表明一个人已经认识到了生活的真正价值 并开始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望或评价 杨将先生的话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正是这种生活哲学的体现 这不是一种傲慢的态度 而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认知和自尊 他认为浅颇的生活和高贵的灵魂 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种态度帮助我们在纷扰的世界中 保持清醒和独立 学习杨将先生的思想和他的作品 尤其是在他晚年创作的《我们仨》 可以给我们提供宝贵的人生智慧 这本书不仅讲述了他与家人的生活经历 更展现了他如何在世界变迁中 保持个人的独立和尊严 通过阅读他的作品 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在忙碌和复杂的生活中 找到自我 如何在不断的自我提升中 找到心灵的平纪 这种精神的修养和自我认知的提升 是每个人都应追求的 因为只有真正了解并接纳自己 我们才能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拥有一个无需与人争执的清静心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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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